有一個是知吾爾隊,一個是完全否認,知吾爾隊的叫曾玉成,完全否認的叫梁振英,說自己不是共產黨黨 所以你證明梁振英真的高很多班 為甚麼?當然不認,你查不出,但不可能查出,不認有甚麼所謂? 唐堂是慘了,查出,竟然不認傻 這些人應該認,你停了六秒,用一個很靠近的笑容就認了 那些公關換了第二班都是不行的,都沒有用 我覺得再換吧,換了梁振英,我批過來 反而這次我們覺得在香港的一些大學裡面的學生會候選人 哇,一流,認共產黨員 有甚麼問題呢?我是民主黨黨員,我是民建聯黨員,我是公民黨黨員,我是共產黨員 我是支聯會的會員,是沒問題的,其實你說得對的,以前老實說 相對敏感 這些隱身黨員是為了甚麼呢?就是說,好像中國共產黨黨員的身份 似乎好像有一個 negative 的含意 但是你看到,現在今時今日,我覺得有兩樣東西 先說對與錯問題,好像你所說的 我自己覺得,大家真的要學何謂民主 我覺得香港很多人只是在高舉民主 但其實他們自己的行為是非常不民主的 包括了我在,你那次沒有錄影 就是說,這個區議會選舉結果出來之後 那些泛民派的反應已經很不民主了 我先說這次的事件,怎樣不民主呢? 別人是中國共產黨黨員這個身份 如果只要我承認的時候,有甚麼問題呢? 即是說,我也有資格的 而且我也問過一些大專院或大學的朋友 要不要申報的?自己的所謂 political affiliation 沒有要求你申報的 也沒有說你是共產黨黨員,或者某政黨黨員不可以參選 要求申報的事件也不一定有 但是當你可能在這些諮詢大會上問我的時候 其實我可以保留,當然我不贊成 我覺得如果你是,何況不怕承認 但其實這件事,你看到民主的意念裏面 為何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或者我信任共產主義 有甚麼問題呢? 你是不是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邪黨? 非法組織 你是不是想這樣說? 即是九七前是敏感的 因為在英政府底下,你是共產黨員是敏感的 但九七之後已經是回歸中國 如果你認為中國共產黨有問題 就不能夠居留在香港 一來中國共產黨 你不可以說它是一個非法政黨 現在它是一個執政政權 第二就是我們所說的主義問題 共產主義或者是那些甚麼 如果是共產主義的時候 你也不可以說它是一個甚麼的理念 除非它是甚麼納粹主義 或者除非它是一些… 關國主義 涉及到種族歧視 涉及到一些教授別人去做非法行為 所以無論從任何角度來講 如果參選人 是信奉共產主義或者共產黨黨員 都沒事的 為何今時今日會有一群人說 我反對甚麼…滲透嗎? 喂…大佬 支聯會這麼夠滲透了 在這些學生組織裡面 那為何你不說那些是滲透呢? 這是一個相同標準 支聯會沒有事 支聯會沒有事 支聯會也好 支聯會也好 共產黨也不好 那怎樣定義它不好 這是哪個定義呢? 哪個有權定義呢? 如果有這樣的思想 我就說這個本身就已經接近… 思想不正確 極權思想 就是為我獨尊 現在我們說香港社會當中 經常有一群人在高舉支持民主的時候 你要首先想回自己的行為和思想當中 有甚麼不民主的情況 郭芙先生先生當年生日革命的時候 亂俄容共 也容許了共產黨黨員在這裏 我覺得有甚麼問題呢? 所以從道理上 我說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你不應該反對人 你最好用你的選票 複誕它 是吧? 你用你的選票複誕你不贊成它 你沒理由不讓別人參選 第二就是 我先說 這句也反映出 我們的社會情境不同 今時今日 你自認是共產黨員 其實是沒有甚麼 negative 含意的 所以梁振英 你真的不用太過為意這件事 可能別人選完之後 宣佈是 這樣就失敗了 真好成一 真是否認過 當日我不是現在是 這個就看到了 由這個大專院校的學生會 其實我也不明白 學生會現在政治意識這麼厲害 很厲害 學生會 不是搞學生福利 你真的脫離了大學校不太久了 現在無論是港大、中大 那學生會很厲害 有些只是畢業回來做學生會 畢業回來做 畢業回來做 因為下面沒有人做 但現在做學生會有多大權力 要可以拆動船槽 去參與甚麼 老實說 如果你是一個不小心 這個成大或者 另外一個大 是甚麼 領大 如果學生會說 我們要去六四祝國萬會 反對他們 這樣也可以 可以這樣拆動 所以我也贊成的 事實上大學生應該是多些關心 社會 關心國家 這是遠遠留場的 應該有的傳統 我不是否定這件事情 不過我只是強調 剛才我們之前說的一點 就是說 你要明白 真是何謂民主的時候 你用回民主的風格 用回李浩哥的說話 如果你說民主的時候 你沒有這個風格的時候 那你就大事了 現在很多香港的民主派當中 有一些人 就是自己本身的行為 言行當中都非常發文